我打觉得一般呢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斜艾夫这个版本的牌位 采取了新的技枪系统 大多数人都是上来 就把这该死的AM200给办了 其实进枪替换的这个牌位 AWM也不是不能用啊 只是你遇到厉害的玩家的时候 你又想赢 那肯定就不能用这个了 大家都给视频点点赞 点到5000赞的话 我再给大家加更一起 这个AWM牌位皮肤全顺的视频 好的话说回来 刚开始更新的那两天呢 我还以为这个穿越火线的天要亮了 这个换神从此不再换了 这个牌位的局势要不一样了 这个游戏的节奏要变慢了 大家的游戏水平也应该要下降了 仓库吃灰大炮要拿出来看一看了 我又可以很膨胀了 你看这个大炮它虽然慢一些 但是这个视觉效果是真的好啊 结果一玩就知道 原来是上下场都要进一次枪的 那倒也没关系 至少还可以降降他们半场这个手感嘛 总体还算是比较平衡的 我看你们这些换神选手还得是吧 正当我满心欢喜装上大炮 准备装叉叉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现在大炮和换神是一个待遇啊 以前都是搬的压威欧 现在根本没有人选压威欧啊 所以就导致了压威欧玩家又躲起来了 可以看出来大家都很不喜欢换神 觉得换神太变态了 但是为什么大炮你也要进啊 这个大炮还能比压威欧更招人恨吗 你知道这种现象代表了什么吗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狙击手 你来打牌位你想要玩狙的话 你背包里面最起码要放三种 你喜欢的不同系列的狙击枪 比如说换神新神毁灭的组合 或者说把新神换成裁决 如果背进M200和巴雷特 你就可以玩98k或者裁决了 以前我都只在背包里放两把狙的 一把是主打的 一把是用来加子弹或者被用的 段位稍微高一点点的局子啊 你又要跟人去比拼游戏上面的枪法和游戏思路 你还得去研究这个进枪系统 说到进枪啊 这些人可太聪明了 还研究了不同地图的完美进枪思路 这下好了 好穷一点的玩家 这牌位就更难玩了 就比如说我这个号的号组啊 他只有大炮没有换神 上来就给你大炮进了 你还玩个锤子啊 不过好在后面我又挖出来了一把裁决 算了 这个版本最起码来说 也是间接让大炮的地位提升了很多的呀 这个牌位是不好打了 我还是去多打打僵尸吧 到时候我再来个顺炮刷僵尸的视频 做到这里 你们不会还有人号里没有毁灭吧 如果你没有 你可以去参加最近拼多多的秒杀活动 一元就有机会秒杀到十万游戏点圈 我就是用一元就抢到了十万点圈 还给我的毁灭配了个音效卡 美滋滋呀 不用拉人拼单不玩套路 我就试了一下就抢到了 这么好的活动自然是不能我自己独享了 我已经把活动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了 点击视频下方的蓝色链接 或者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就能参与了 大家赶紧开冲吧 OK 现在来看看我的牌位冲锋炮示范 第一时间可以偶尔快抢烂门 一般很多人都是举着道具杆跳出来的 可以抓到一个时间差 然后借助硬眼下的这一圈水泥来当眼底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A拐一般都有人藏着 看到二点跳出来一个直接就给它顺了 然后B点火冰了 这个时候我边跑边丢个雷 谁家正常人会跑到雷的前面去的 你看这不就能打背身了吗 别怕死 很多时候就是冲的快就杀的快 然后酒吧敌人在跟我队友对枪 又是一个完美的背身 最后一个在府里打掉我队友 那么我就来秀一手空枪吧 虽然五连杀了但是不够完美啊 那这把开局蓝门头线抽头 打的就是快抢A大的 然后一个大跳顺炮穿杀 打的就是架点剧 因为潜伏低头出家门也是能瞄到鸿鸣的 刚才架头线的时候 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出门口 所以A拐大概率没人 OK队友抱点打B了 手枪拉到R点扣掉了狙击手 然后掏出了巴哒特 空中回头万越就是一个顺炮 最后一个敌人的位置也是锁定的 这个时候他肯定想跑 所以一定要拿手枪追他 你要切炮出来打的话 那他大概率会跑到B包了 所以将暴头带走 再次拿下五连杀 你再看这吧 就是一个大比分落后 队友坑就算了 那我自个儿又没杀起来 这个赛季的排位 我是真的被虐得太惨了 最近打的号的段位也不算低啊 特别是匹配到那种车队 这简直没法玩啊 我个人是非常讨厌EVO的 被吸的是真的很烦啊 匹配到厉害的对手呢 我只能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去打 因为队友靠不住啊 但是人家就不会给你机会 他几个地方开局 一下就冲过来了 这队友开局一送 你就是一个一大五的 太难了 但也有可能是我玩的比较少啊 还没有适应节奏吧 如果大家有需要打排位的啊 可以来找我 多多益上 让我多练练 谁叫我菜呢 那我菜我就多练呗 那不过我打游戏啊 有的时候我遇到了高手 那我的号称心就起来了 但讲真的啊 这个游戏要是没有了什么 Yaveo啊 QBJ换神啊 和COPUSP那些 好像也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高手啊 这下好了 这个进枪系统 进得了这个又进不了那个 很多的网友表示 打游戏被人掠了 自己很不服 总感觉是枪的问题 或者说是队友的问题 总之就是感觉不公平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你可以装天启嘛 你打排位 你把这个天启装上 这个天启应该是能用的 至少能减少点 你性格不平衡嘛 不过要装天启 也得你有才行啊 你的号里有没有天启啊 那如果你的号里面 没有天启 又该怎么办呢 那那那当然是只能买了 那么说到底啊 说到底还是得冲钱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